为了关怀服役物疫期间受伤的退伍军人 农历春节前新北市中和区副区长薛景中 代表市长侯友宜来到原山路退伍军人林先生的家 林先生79年服役时发生车祸头部外伤 造成右半部瘫痪由父母亲照料 为了减轻年老双亲的负担 公所在108年该以办摊人员列馆 提高三节补助及安养津贴 并且在过年前提前拜年送上新春礼物 关心的我们这里 我们当初对付兵役时 最少的这些退役金人 这些都扣你们把妈妈照顾 指定我们这段时间 给我们这里微问一下 给我们聊这个心意 没有你们两个集团很辛苦 林先生服役受伤后 由父母亲照料 而他们逐渐年长 体力难以负荷 申请替代艺男到家协助照护 让他们有喘息空间 到宅协助的替代艺男蔡丰义 服务期间照顾伤病退役军人 感受深刻 能够以一己之力提供协助 收获良多 很辛苦他们就他们很辛苦 好人家比较辛苦 对我是还好啊 对我觉得年轻还有力量可以去推他什么 他父母就是比较辛苦 因为很难有时候上坡啊 会干嘛的都会需要用力啦 对对对 所以其实对阿伯照顾他你应该很有感受吧 对啊 你自己下去做才会知道 真正的去体会 目前中和区总共有13位服役时 因伤病受伤的退伍军人 预计这两天内区公所逐一安排 送上年节祝贺 拜早年带来新春祝福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